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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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家庭 因为小学校你只有朋友 对 而且当年保持联系很难的 只有靠写信 对 所以很快朋友慢慢慢慢就都散了 我记得早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来送我的飞机 我还是人缘还不错 所以可能很多女生都很伤心 对啊 聊一下啊 然后到飞机降落的时候 就觉得我是必须要来开开眼界 因为你看见那个土地哇好好广阔啊 但从香港这样的一个 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 到了澳洲 你会觉得那太安静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澳洲 跟现在又不一样 对吧 那时候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多 更没什么中国人 一开始真的有一点不习惯 睡觉都是嗡嗡声的那个 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 对 特别安静的时候反而有一种声音 好难睡觉 你是澳洲哪里你去 Sene 后来慢慢习惯就很享受 对因为你喜欢运动 比如你喜欢足球 喜欢运动的话 那很适合运动 对你喜欢空间 自由 爸爸也不会怎么管你 对小孩子性格还 我觉得挺好的 会挺 挺自由阳光的那种 对 那你家人现在很多还在澳洲 都在 你们知道是日常自己出来 是自己开车 还是就是走来走去 大部分都 自己开 对啊 你们不会去坐过什么地铁 什么的吧 对啊 我昨天才请求他跟我坐地铁 他就有不愿意 懒得走 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香港人还蛮淡定 蛮温和的 看到你就哦 看到了也不会怎样 谁会看到你 现在谁都随着头玩手机 你在他前面全螺了 看不见你 哈哈哈哈 真的 要不要我带你下去试试看 我们试过要上次跟那个发哥发嫂 真的啊 我们有机器的话还是会那什么 对有机器就会看到 主要因为你的粉丝也都也跟你一起都成长了 都不是有一些新鞋进来的 可能就是我本来的粉丝的女儿也是不定 没有 因为也会有一些小朋友长大了也会看你的戏 或听你的歌 可能大大相传 那这一批新的小朋友追星的那种方式跟以前一样吗 是很那种狂热的那种吗 都会有一些是蛮狂热的 比方说会买你的信息的飞机啊 现在也是这样啊 都有都有 我现在会蛮反感 这个 那他们买到之后会去机场 我已经带入他们父母的那种想法了嘛 哈哈哈哈 对啊 你干嘛那么晚女孩一起还还在机场 在这我有时候也会觉得 对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谁的责任 我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吧 对不对 我现在要指挥他们 你走回去 因为你完全是站在他父母的那个角度 对对对对 因为你们也要你们的人人生 其实我觉得最偶像是一个过程 他们因为正在经历 只有经历过之后才发现 哦 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哇你头发好多 对对对 就是头发很多 他可以卖啊 哈哈 卖头发干嘛 人家弄那个头发他都是要买 好吧 让我想起那个一个小说叫 Maggie的礼物 讲的是美国 就当年好像是是不是经济萧条的时候 一对夫妻两个人很恩爱 然后太太有一头像她这样漂亮的头发 然后想给老公买一个礼物 圣诞礼物没有钱 把头发给剪掉了 卖买了 然后老公想到我太太头发好漂亮 给她买了一个梳子 那种非常贵的梳子 回去看哦 是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 哈哈哈哈 这个学校我们来拍过 李嘉兴 因为李嘉兴 还有 你现在还有 林一联 有很多啊 出这么多啊 这学校 对 mary normal mary normal 这学校蛮好的我觉得 对对对 是吧 那你们学校都还有谁 我李柯琴 呦李柯琴演诗 李柯琴演诗 你的诗歌 哇都背这么大的书包啊 对啊 常不常你说 那些都是你的学弟学妹 是啊 哇 就是这间蓝色的这个吗 蓝色的啊 都是来介绍 看看这个楼梯啊 你算是优秀毕业生吗 我是啊 哦 这都是你的学弟 对 学弟对诗歌都没有看一眼 他不知道他是谁 操场就是这样子是吗 对啊 很小啊 我喜欢小的操场 没有跑步 以前都是队有很多龙门的 小时候很喜欢踢猪手 每天很早第一个回来 我就在这里自己踢 对对 都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地方 前几篇我的朋友 真的他也刚刚就发了我这个 小学的时候的那个小片 也是在这里了 是这个 我是这个 正在这里拍的 哦 你能不能找我一只留下 哇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啊 什么意思啊 啊 什么意思啊 斑着啊 你才不认识我们 老余有约呢 这来 背后来看一下啊 回去找个没有啊 我找不到你们 我找不到你们 好啊 不留在楼下 在楼下怎么知道下面的 廖門太陽 廖門太陽 你的老師啊 那是現在的校長 我說怎麼這麼年輕 那年輕嗎 對啊 這麼年輕 魔風記者好 我們都有和大家 好啊 好啊 對 我以前都常來 看到這個都開始緊張 對 好恐怖 好恐怖 說明我們都不是很優秀的 就是一般的學說 對 你好 哇 印製試卷中 哇 太用膚了 哈囉 校長 謝謝你來 老師 校長 校長 您好 鳳鵝位置的這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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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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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好 我們就快搬的了 對啊 我們本來上次 應該是全港最後一間半日制學校 變住日制 上兩個月不是整班reunion 一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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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兩個月的 我也是 上兩個月的 那很多朋友來的 那乖 我就不來 很優秀 好啦 我們兩 我們一點 不 我們走了 我們走了 我們來探望你 好 行 你要把校信出來 收 收 算 哇 紀念品 啊 我們那一代紀念品 不要拍戲 不要 不是啊 你沒有來高別校園 有一個紀念品 我們當時是給了來高別校園的校友 剛剛我的校友真的送回一些照片給我 就是以前這些 是啊 我們這些在那個 我們拿來 有學校的學校 這裡有 這裡有 每一個 我可以了 其實是教你們的 有什麼空間會支持一下 大家互相支持 好啊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the best 謝謝校長 謝謝副校長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香港最好的學校 謝謝你 我認同學 謝謝 真的很好 謝謝校長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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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謝謝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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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謝謝 不錯啊 還有理會收 對啊 還有校訓 回去好好看一眼 哈哈哈 我給你電郵來 好好好 他被家長連住了 介不介意 我們的老師 好啊 不好意思 沒那麼光 跟校長在合影 嗯 我心知到在愛 痛苦必多 若你可輕輕信信信放低我 家人瞄解之後應清楚 夜空 夜空星星星向夜 一時天馬 時尚的過日 无论手术结果如何 我醒了之后 不会去在乎任何一个人说的任何一句话 我要预备在一起 谢谢老师 谢谢 这个草地就是我们常常都会 几个女生坐在那边聊天啊 发呆啊 你看这个我一下看到你了 看我的同学 有喜欢隔壁男校的一些男孩子 或是有没有被男孩子吹过 估计有一些我不太看得上眼 男生在注意我 我觉得我的求学的过程 就是还是内心会觉得孤独的 鲁豫有约 李嘉欣与张志玲的母孝琴 精彩稍后继续 在母孝时的张志玲喜爱踢足球 显得活泼好动 李嘉欣则喜欢好好学习 在外人看来 他被嫌乖巧温敬 啊 大了 哈喽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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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看到他会发现 他真的很美 然后符合我的想象 他的美貌曾经让香港媒体 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1988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 出道后主演了 袁振霞 堕落天使 海上花等作品 荧幕上的每一次亮相 都让人忍不住赞叹 他那不因年华而褪色的颜值 今天很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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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祝依你好 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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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送他过来 谢谢 我看着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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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慢慢开 慢慢开 我们送他躲在 对 他好紧张 他好紧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平常不是他送你来吃的 好 吃的很少 哈哈 平常是自己的学生 对 对 没有机会拿回来 但是 看很多 你说你这个姐妹在看 哈哈哈哈 我是大使的 大使姐 对 对 玛丽诺修院学校 坐落在九龙堂 是香港排名数一数二的 顶尖女子学校 拥有90年的历史 玛丽诺曾培养过 众多各界名人 如龚如新 陈美玲 梁永齐 关芝林等 在李嘉欣18岁 步入演艺圈之前 从小学到中学的 十一年读书时光 都在这所学校里度过 这个草地就是 我们常常都会 几个女生坐在那边聊天啊 发带啊 都是在那边 香港男校多不多 有男校吗 男校有 纯男校跟 男女校反而比较少 中学的时候是男女校还是 我们在北京市那时候 是没有男女校 都是混合的 哦 在这儿 嗨 黄姬您好 您好 嗨 嗨 欢迎来 欢迎来 请你不在那儿吗 谢谢 谢谢 好 你一起请老师 跟说老师 哦 你一起从校园上去 好啊 看 你回到学校 你瞬间你就 你所有的有的什么光环 或你的标签头衔都没有了 留下了很多 六年啊 对吧 对 六年 你看这个我一下看到你了 对 这几本都有 这个是你吧 对啊 特别高 我的同学 你当年头发很成熟 书的那个发型我觉得 对 很卷的 因为我都是天然卷起来 对对对 现在有处理 对对对 这个有业长的 对 这些都有 我剪了一个短头发那时候 十几岁时候的李嘉欣 他一定是坐在台下 不怎么说话的一个学生 因为你看他那时候照片 能够看出来是有那个 将来美人的那个配 我们叫美人配子 得知李嘉欣将重返母校 十几位同学下课之后 仍留在教室 期待这一刻跟师姐的亲密接触 来 你需要进 欢迎 欢迎你们的学姐 我在旁边 好 谢谢 想请问一下 故事你们当时就分合领课的吗 你去选文文科还是领课的吗 那时候我们五班 现在是不是五班了 那五班当中就好像跳了三班 还有一点 我记得还是两班成绩最好的 去念那个领课 那我刚巧就是在那个中间 我觉得就是很不幸 就因为我自己喜欢的乌食课 然后然后就过了很痛苦的那个 有两年的时间 突然间要念那个 2-6-Chemistry 那我觉得那些东西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还记得 我会去爱 有很不好的师傅东西 但是我那时候哭了 因为就是学着不懂 也我不会怎么做 你们当时演话剧是广东话还是英语 英语 英语 扮演过什么角色 你来记得吗 我说什么树啊 我以为你是 我以为你是 让我就好了这样子 连台词都没有的吗 台词没有 就在后面就出现一下就好了 Michelle刚才跟我说 她上学的时候 在学校属于那个 the nerdy type 所以我说 对你看 你看 她们跟我是一样的反应 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 没有人相信啊 但是我有证明 因为你知道 萱萱她就是Marinall出来的 她就是证明 因为她跟一些传媒就说过 她以前不是长这样的 她头发干干 那皮肤也不好啊 就是 就是为什么后来是变得两样 所以变成 其实我是说的是 是 在学校里面最感到自豪的是什么 一件事情 可以说一下 最自豪啊 对 我最自豪的事情 是我可以兼顾 学业跟那个 在工作 监督一些拍广告的 如果像我们自己有一份责任感 好像觉得 我们自己必须要就是 就是帮家里一点一些 建议一些家里的价技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 就是18岁的时候 不是拿到了港姐的就是冠军吗 就是有没有说 当时在我们马里多 也是像笑花一样的风云人物 然后她们有没有说 在青春懵懂的时候 有喜欢隔壁男校的一些男孩子 或者有没有被男孩子追过 笑花我觉得 我不算是当时的笑花 因为我觉得笑花 除了有美貌之外 还要非常的 那个社交技巧 什么都 我就是比较专注在我自己方面 就没有很参加很多 但是当然我也有参加一些学校的舞会 舞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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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会也有非常可復 没有人邀请 所以从同学一起去嘛 那就是有油正经 默默的很期待 有人会请我跳 这样子 那就是现在我也想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老老实实在学校念书 但是呢都到那个青春时期的时候 确实就是觉得好像附近有一些 我不太看得上眼的男生在注意我这样子 我只是感觉到我这样 我记得我大概是上了初中之后 开始对自己意识到自己长的样子 什么身材是高矮胖瘦 就开始意识到小时候不太意识到 你到多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样子 然后我长得是漂亮的 多大开始有这样的意识 我想应该是中三中四的时候 很晚 很晚 有一些男孩会主动想要认识你 有一些我现在还会见面的 那时候男校他们都会在讲某一些 可能某几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女神吧 那你是其中一个可能 对对 但是我印象当中我妈妈从来没有说 你觉得你好漂亮啊 或者是觉得你好像不长得跟其他人比其他人好 都没有他反正是很注重学业的成绩 就是像你这样女孩上学时候应该女性朋友多吗 虽然你都是女同学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上学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很漂亮 我会远远地看 那我跟他做朋友的话 我内心可能会觉得那别人都看他都喜欢他 这三毛我可能内心会有点小小的不安全感 对 或者会有点点羡慕 我不知道你当时属于有很多朋友 还是会比较孤独的女孩 我觉得因为我比较内向嘛 那我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 那他们都是性格很爽朗的 就是如果太女生的比较 那些就可能跟我合不来 因为你知道女生之间都会有一个竞争 我明白 我明白啊 所以就他们都会觉得 他以为自己很漂亮吗 或者是会有这一个感觉 我就这个意思 对 对啊 就觉得没有很多的好朋友 但是都是比较男孩个性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我的求学的过程 就是还是内心会觉得孤独的 看到过哪个记者说 全世界只有两个女人 是不会嫉妒你长得好 比她们还要漂亮 一个是你妈 一个是你姐姐 那你后来有没有跟妈妈聊过 就是她在那时候 后来决定一个人带你跟你姐姐 那需要做很大的 那个决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吗 还是她一切都能搞得定的 我觉得表面是搞得定了 但是肯定是 就是她因为我们都在名校念书嘛 那你做很多不一样的课外 可能活动啊或者什么 都需要金钱 她有一个full time job 她是会计啊 那是专业人士 对对对 她就是我小时候因为很忙嘛 我妈妈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总是 就是自己没有那个知发说是什么做功课啊 什么的 那然后到我觉得小学的时候 我妈妈辞退了两份工作来家里 全职在看我的功课 那我的成绩就马上 就是特费猛进的就是去了 那个考了很高的名次 很快她又回去工作了 因为还是有经济压力 对啊 还是要要有一个安全感 一个保障嘛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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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